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弗里沙 上个礼拜讲迪士尼的那个影片中 我们跟大家呼吁说,不要再去迪士尼了 取消你买的Disney Plus 不要再让你的小孩继续接受左派的洗脑了 但是今天我还要告诉你,不要再吃奥利奥了 就是那个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的巧克力夹心饼干 奥利奥现在正在为了政治正确 选边站,站到了LGBTQ的那边去 为了迎合同性恋变性人的社会风气 奥利奥最近推出了一个广告 是用电影叙事的手法拍的一个小广告 里面讲了在美国生活的一家华人 他们家的男孩是同性恋跟家人出柜的故事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绕过半个地球来着 就是想给我们更好的生活 可是我是 可是 可是 我 爱你 爱 爱 我爱你 我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认为你已好了 妈妈 你累了吗 还好 还好 你呢 你已好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搞这些干嘛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用华人作为LGBTQ的主角 因为少数族裔再加上性别认同 这两个头衔加在一起就比较特殊 是不是 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左派的合一呢 就是要把自己变成LGBTQ 你才能够获得左派的认同 才不会被排挤 要知道左派可是在种族纷争中 把华人列为是像白人一样招人恨的人种 多少优秀的华人孩子 分数很高也上不去好的大学 因为左派把名额都让给了黑人和西语义的差生 但是如果你是LGBTQ的一份子 或许我们左派还可以接纳你哦 或许我们也可以给你一个代表你的族裔来宣告 你们也是LGBTQ一份子的机会哦 左派的这些活动突然一起起来的最大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佛州最近颁布的家长权利法案 这个法案保护了三年级及以下的孩子 让学校不能够教导他们变性以及同性的东西 但是因为这样一个法案的颁布 在佛州的LGBTQ人群一下变成了最可怜的群体 他们想要教小孩变性 佛州居然不让交 这是完全破坏人权的行为 这是不让我们做自己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我绝对不能接受 我要搬家 搬到哪去呢 纽约向你敞开怀抱 纽约市的市长为了要接受这样一群LGBTQ的人 让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于是他就在佛罗里达州租了五块广告版 在上面写上G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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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要说Gay 我们很骄傲自己是同性恋 欢迎搬到纽约来 纽约可以给你自由 让你随便说Gay 佛州州长Ron DeSantis的发言人 一看到这种情况赶快回应说 哎呦纽约市市长正在帮我们一个大忙 这些广告版呢将会从4月4号到5月29号 这个期间在佛罗里达州展示 那么除了广告版之外 纽约市长也用口头的方式告诉这些人 快来吧 欢迎你们来到自由的纽约 你们在佛罗里达受虐待对不起了 我们纽约欢迎你 我们纽约欢迎你 HQQ公私认证 佛北九广正在地位 我们在于亚度和你 你正有对对强 争择自性证 有对对对对活 是 活着对对对Was 你选择对对对无法判断 还有人们想一种尝试 他们想你的人人尴静 我们想till表现我们的尤其 尤其是一个圆金 鱼的表面 这些社会 我们想会醒大家 纽约 欢迎你 你可以在我们这里放心的教小孩变性 那是你的自由 我们纽约人就是要越多元越好 这才证明我们先进 我们进步 我们爱 纽约市的高税收 高房价 政府开的免费吸毒所 坐地铁不仅要担心地铁里有老鼠 还要担心等车的时候 不要离轨道太近 不然可能会被人从后面推下去 以后还要再加上满街跑的变性人 大人小孩强迫你要叫他们是女士的大老爷们 这些人都是左派的爱 左派对纽约的爱 左派对人民的爱 在左派爱的光辉下 杀人也变成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加州和纽约一样的大蓝州 最近在推行一项可以合法杀人的法案 我说的是真的合法杀人呢 不能杀人是生活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要遵守的首要的基本规则 也是圣经实戒里面告诉我们的教训 因为神当初把律法刻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 所以大家都自动自发的知道杀人是不好的 是不道德的 你不要没事干就想杀了我 我也不会没事干就想杀了你 这是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都知道的一个规则 但是左派现在正在试图跨过这样一个底线 我们都知道左派一直在积极的推动堕胎合法化 当然这是一种杀人的方法 但是他们一直在狡辩说堕胎是可以的 为什么是可以的呢 因为胎儿不是人 他们只是胚胎 他们没有生出来啊 他们没有呼吸到空气 没有看到阳光 所以他们不是人 但是现在加州的立法者正在推动的法案 叫做AB2223 这个法案支持把已经出生以后的婴儿 合法的杀死 不是即将临产的哦 不是足月的哦 是已经出生的 呼吸到空气 看到阳光的婴儿 按照左派的说法 这样的人已经是人了啊 但是他们在立法要把这样杀害新生儿的行为合法化 这个法案里面写到一个人如果他们流产了 或者胎死腹中 或者堕胎 或者孩子在为产期死亡 都不应该受到民事或者是行事的责任和处罚 协助这个孕妇行使这些权利 就是你帮助他流产堕胎 或者你把他为产期的小孩杀死 这样的人也不应该受到任何民事或者行事的责任和处罚 或者以其他方式剥夺权利 这里面提到一个概念 叫做伪产期 伪产期呢也叫周产期 说的是分娩前的胎儿期和分娩后的新生儿期的综合名称 也就是说伪产期其实跨了两个度 就是即将出生的跟出生以后的都算在这个概念里面 那么现在伪产期的这个概念 其实有很多不同领域的定义都不太一样 那就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就将伪产期定义为从怀孕22周 就是你怀孕154天的时候开始算起 一直到你的小孩出生以后的第7天 也就是说小孩出生了7天以后 按照这个法案来讲的话 都是可以杀死的 而且没有任何人会要负任何的法律责任 不管是这个妈妈还是杀人的医生 当然这只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有的对伪产期的定义还会到一个月以后呢 也就是说这个法案有可能会允许杀死 已经出生了一个月的小孩 而且不需要负任何的法律责任 左派不是一直说没生出来的不算人吗 你怀孕你肚子里的不是人不是胚胎吗 所以可以杀 那现在他们出了一个完全跟他们自己说法互相矛盾的一个提案 出生一个礼拜以后的小孩也开始不算是人了吗 出生一个月以后的小孩也不算是人了吗 这不就是正大光明的把杀人合法化吗 而且更加让人不敢相信的是 这个提案只是他们45个计划中的其中一个而已 去年加州州长纽森就成立了一个堕胎未来委员会 他要把加州变成堕胎的避难所 他欢迎所有想要堕胎的人 欢迎来加州堕胎 我们加州给你提供最方便 最快捷 最舒服的一系列服务 我们加州还会用我们纳税人的税金 给你们提供路费和住宿费呢 那除了这个提案之外 纽森他也签署了一个立法叫做SB245堕胎无障碍法案 这个法案呢是消除了所有的自付费用 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去堕胎 他真的一分钱也不用花了 以前呢是有一部分说哦 被保险cover了 那被保险不包含的那一小部分 多少自己也得从药包里面掏一点钱 现在这个法案是一分钱你也不用掏 完全免费 哪怕保险不cover的 多出来的这个部分 加州来帮你拿这个钱 3月22号的时候 Newsum跟他的老婆已经一起签署了 现在这个法案将在2023年的时候开始生效 他们已经要开始拿着你和我交上去的纳税金 把所有杀人的费用全包了 如果这个杀出生婴儿的这个法案 AB2223号通过的话 那么我们给的纳税金就不只是杀还在妈妈肚子里的那些小孩了 也不只是杀那些即将要出生的足月的婴儿了 这个钱也会用来杀那些已经出生的小孩 那除了左派在推动的加州的杀人法案之外 联邦众议院在4月1号那天也通过了一个大麻除罪化的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叫做MORE Act 是要将大麻从联邦的管制药品法里面给踢出去 本来呢管制药品法里面像大麻呀海洛因啊骨科碱呢 全都算为是危险毒品 那么他们现在要做的是要把大麻从管制药品里面拿出来 大麻以后就不算是毒品了 写有大麻贩卖大麻从今以后就不算是犯罪了 在全国的范围内都合法化 这个是准备的击复曲 的击运议 这也有概念是此 因为这些犯罪曾经过 这些犯罪的击弹 当代表面 这是击复曲的复曲 I'm all for it. There are so many discussions that have gone on over the years about the use of marijuana or cannabis or whatever. The fact is it exists. It's being used. We've got to address how it is treated legally and not in a way that mistreats people on the lower income scale not says if you're wealthy you can be engaged in all of this but if you're not there are barriers to you've been getting banking services in order to do it. So it's a fact of life that needed appropriate public policy to address 那目前为止这个法案是刚刚通过了 联邦众议院接下来呢会要进到 参议院去投票之后还要总统签字 才能够生效之前也有过类似的 法案像这个大麻的事一直都是没完 没了的众议院总是要提这样的 法案但是呢到了参议院都会被否决 希望这一次也能如此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左派在做的 这一系列的事情同婚变性 堕胎杀鹰大麻合法化 这些左派要实现的目标正在一点一点的 摧毁我们的社会 他们在鼓吹在树立一个一个的坏榜样 用媒体明星政治人物立法来把每一个不合理的 事情合理化 底线在一点一点的退后 甚至杀人的性命也能够不算是犯罪 让小孩去打变性激素 教唆孩童去切除性器官 这些都不算是犯罪 大麻是入门级的毒品 很多人是通过吸了它之后 再去吸食其他的毒品 大麻虽然不像其他的化学类毒品毒性那么强 但是它对人造成的影响跟伤害一点也不小 政府把它列为跟香烟以及酒精相同的东西 但是它们一样吗 它们绝对不一样 大麻的阶段反应就是毒品的阶段反应 底线不能退缩 政府同意的告诉你可以做的事情 不一定是好事 身边的人都在做什么 你也跟着一起做 也不一定是好事 我们要继续拒绝这样的文化传播 我们要站定 要知道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政府的宣传 立法者的洗脑 在我们这里要完全的被拒绝 加州杀人的法律是绝对不可以通过的 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在信息栏中有一个网址 你只要点开输入你的信息 就会直接跳出来你可以联系的立法者的电话 直接打电话就好了 如果你不知道要说什么 网页上面也已经都写好了 给了你一些建议你可以说的话 或者你想要了解更多 但是你又不知道要问什么的话 上面也有写好的问题给你做参考 如果你想要简单额要的 你就打电话直接告诉他们说 Please vote no on AB 22 23 迪士尼正大光明的支持洗脑我们的小孩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不去 他们的动画片我们可以不看 我们也不必要花钱买Disney Plus的会员 有很多好玩的公园或者是博物馆 根本就不需要那么贵的票价 完全可以作为迪士尼游乐场的替代 或者你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和家人 一起带着小孩来教会 一分钱也不用花 就能够让他们接受圣经的教导 接受神的祝福 聚会结束了之后 还可以在教会吃饱饭再回家 奥利奥也要跟着一起洗脑小孩吗 那么他们的饼干我们可以不买 巧克力饼干到处都是 不吃奥利奥我们不会怎么样 但是他们会受伤 这些公司在做的事情 是在帮助撒旦一起摧毁 整个神建造的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我们继续购买他们的产品 就等于是在给他们增添更多的力量 来对抗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支持保守派基督徒的企业 在信息栏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些保守派基督徒的公司 用他们的产品来代替左派的产品 让我们给保守派的家更多的力量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由亚太暴力和性侵研究中心 和国际真爱家庭协会 联合主办的真爱社区线上讲座 惊天耳光甩出省思 邀请国际真爱家庭协会会长 叶高芳博士主讲 深刻剖析暴力之害 4月9日 美西时间周六上午10点 美东时间周六下午1点 详情请电909-595-677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